哥哥,那今天我们来看一台50寸的TCL的液晶电视,它是什么情况呢,下面我带大家看一下它的现象,然后我们一起来维修它,看一下它到底什么现象吧,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这样子一闪,然后就灭掉,像这种情况啊,百分之百是灯条的问题,它这种是有很多组很多组灯条的,它这里一看就是123456,它总共有6根 我们在这里相应的测量一下,它两条线就可以了,用LED灯珠测试移过来测量一下,看是不是每一条的电压都是一致的 反正它现在肯定是有灯条不正常了,它才会保护的,没有电压输出的,那我们测量一下这5、6根灯条,我们测量一下这6根灯条,它的电压是不是一致的 好了,那现在我们就用这种LED灯珠测试移过来测试一下,有没有电压不正常了,这一根是37.5 测量另外一根,这个也是37.5是一样的,第三根也是37.5 第四根,37.5都是一样的 第五根,第五根 这根就是有问题了,这根它就是变成42.43,44了,它肯定是有某颗灯珠,它不行了,导致它的电压过高了 这个也是37.5 这个也是正常的,它有5根正常了,有一根是不正常的,那等一下我们猜出来看一下,有没有 看是哪一根不正常的,其实这个电视还是很新的,我就不打算买它整套过来了,因为这个电视看起来应该也就 一两年这样子,这些灯珠也不会老化那么快,那我就把那颗坏的灯珠给换了就可以了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拆出来了,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少了一颗,它没有亮,那下面我们就把这个 这颗换上就可以了,跟客户沟通一下,然后我建议就 把这颗灯珠给换上就可以了,然后客户也同意了,换一颗灯珠和换整套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 下面我们就把这颗灯珠给它换上吧 好了,现在我们就把这颗换出来 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 把这个灯珠给换上 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用灯珠测试也来测试一下,我们我们测一下 这个灯珠它已经亮了,亮了,亮了就可以了 亮了,等下我们装上去它肯定会亮的,然后把把这个 偏光帽给装上去就可以了,我这个呢,我就喜欢用502过来 这个502一点它很快的就会粘住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给装上去了,然后我们再试机一下 来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 把它给换好了,然后我们开机 可以了,全部亮了 那说明就是那颗的问题了 那现在全部亮了,没问题呢 我们就把它给装起来了 一下子客户就拿走了 好了,那现在 现在呢,这台液晶电视我就已经把它 把它的背光给修好了 因为这台电视很新哦 所以我没有选择换整套背光 然后如果 用它三四年以后的电视呢 一般 拿过来的话,换背光的话 最好是 把它整套背光都给换了吧 如果你不换的话,反修力比较大 因为这台太新了 这个 还是有点把握的 那就 跟客户沟通好了 就 换 灯珠就可以了 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